所以也是告诉美国 不需要化疗 也可以把共产党灭了 只要follow NFSC 对不对 你不follow NFSC 你要化疗化疗的话 美国人也很痛苦 对不对 杀了坏人之后 好人也要遭殃 就像美金长臂寡侠权一样 你把俄罗斯这些寡头封掉了 但俄罗斯还有善良的人 也有像郭欣生这样做 干净生意的人 他们的钱你也给封了 对不对 但有新中国联邦 就可以把它分清楚 哪些是坏人的钱 哪些是好人的钱 然后我们又 我们的洗联储KYC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就帮美国解决了问题 所以接下来 为什么说自动灭共 一定要跟我们NFSC 因为我们NFSC 是有最好的系统 系统 对不对 当美国也是因为 pandemic 应了这么大笔钱的时候 来收割周围国家的利益的时候 共产党也知道 通过这个环节来攻击美国的时候 我们的System在这 美国就可以用我们的NFSC的System 来抵抗共产党 因为整个System 就是拿来对抗共产党 拯救全球的老百姓 这是我通过我的直播 自己也在想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结论 所以说 Don't believe us Valify by yourself 我跟这个客人也是这样讲 我所有跟你讲的都是我一直来认证 我得到的结论 然后我告诉你 但不代表就是对的 OK 你自己要去认证 自己去通过现在的 有的信息 没的信息 你自己去拼这个图出来 我说 现在的主流媒体90%多都是假消息 但还有10%左右的真消息在外面 就是看你的本事 你的实生是真假变善恶的能力 把这10%找出来 对不对 然后我要告诉他 我们新中国联邦 盖特里面 说不定 因为我们也做research 你去找盖特里面 肯定比推特 Facebook真东西要多 因为我们这个设计来 就是again communist party 但也不能排除 有坏人在里面 对不对 反应谋论 放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有巡逻员 对不对 把这些来 搅浑水的人给踢出去 but anyway 多一个信息来源 对你是一个有好处的 对不对 你又不用花一分钱的 盖特下载 也不用花一分钱的 对不对 你去看一看 比较一下 所谓的货比三家不吃亏 这也是常识问题 所以我跟这几个客人 其实也是慢慢提高 我的传播的效率 就把很多浓缩 简单的表达出来 我们需要表达的东西 这就是我在做直播也好 传播也好 我得到的一点心得 要经验 谢谢 谢谢